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些僵尸都非常疯狂 死咬着不放 女友健壮的一爪子扣在活僵尸的眼睛上 赵鹏这才把拳头给抽了回来 这时候一堆活僵尸涌了上来 赵鹏的女友已经多出受伤 自己知道难逃胜天了 就死死的用身子堵住一线天 拼命的大喊 赵鹏快跑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赵鹏想把女友拉出来 可是后面的活僵尸越来越多 怎么着也拉不出来 他被那些活僵尸给包围了 死死的卡在了一线天 赵鹏 我被传染了 你快走 小苹果见众多僵尸对他又抓又咬 为了赵鹏能够无牵挂 也不想死得太难看 就一头向岩石撞去了 赵鹏见女朋友一头撞死在岩石上 顿时看得心胆剧烈 大叫一声女友的名字疼痛的难以言语 这时候那些活僵尸拼命的想从一线天挤出来 赵鹏只好一咬牙 强忍着悲痛向山下跑了 他一口气跑到山下一个小卖部里 拨通了110的电话 把曹家文发生的僵尸灾难消息给报了出去 接着他就晕倒在了小卖部里 随后大批的武警战士防华部队砍到 最先赶到的战士因为不了解情况 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潜入曹家文试图救人 结果呢 全部遇难 因为后期病毒爆发很快 根本就来不及抢救 为了控制僵尸病毒不再大规模蔓延 上面不得不下令封山 三个月之后 曹家文成了一座没有人烟的黄村 而赵鹏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赵鹏极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讲闻了曹家文爆发僵尸灾难的过程 我听的是心惊肉跳 难以想象那种惨烈可怕的情景 不由得再次想起了那位美丽出臣的姑娘 我虽然为她的命运担心 但是总觉得她还活着 因为她的父亲蔡六很可能还活着 但是我无法确定隐秘帮派里的六爷是否就是曹家文的蔡六 我满脑子纠结着一个谜团 难以释怀 不由得问道 赵鹏 将是病毒爆发的时候 你见到蔡六妇女吗 赵鹏呢 茫然地摇了摇头说 不知道 草家围里当时非常混乱 我没有见到他们 那场灾难过后 除了我应该无人性存 没有看到 这里面的疑惑那就更大了 赵鹏见我沉默不语 叹了口气说 我替你打听过了 财六不是土生土长的曹家文人 据说是曹家文一个村民的远方亲戚带来的外来移民 哎 真是可惜了她女儿那么漂亮 还是别想了吧 我跟你说 没缘 赵鹏呢 摇头叹息 显得非常的惋惜 在她看来 那位姑娘已经不再认识了 大有呢 让我极爱的意思 我微微一笑 没有吭声 他哪里知道我想的更多 我喝了一口茶 忽然问道 曹家文的僵尸病毒起源于盗墓贼 那么 袭击盗墓贼的未知生物又是什么呢 说不清楚 部队封山三个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赵鹏呢 一脸的茫然 我好奇的说 那未知生物被消灭了吗 这是严格保密的 我也不晓得呀 曹家文的事情不让说 咱俩要不是哥们 我是不可能说的 算了 算了 咱们还是换个话题 不谈这个问题了 赵鹏呢 显得是慧莫如深 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 我见赵鹏的情绪也有些不太好 也就不想提了 毕竟曹家文的回忆对他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天呢 我接到高庞子的电话 他的语调显得非常的兴奋 一开口就在电话里面说 到了 到了 那个王八蛋进去了 被判了死刑 三个月后就该被打靶了 我按捺着心里的振奋 真是天道昭昭 因果循环 这个恶人终于要复发了 我贴身的魂瓶忽然剧烈震动了起来 差点跳出来 我鸡猛一把按住魂瓶说 小红 你冷静一些 你说什么 赵鹏奇怪的看了我眼 哼 打电话呢 我连蒙指了指 手机掩饰 谁指却把电话那头的高胖子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小红 我替他报了仇了 他不会还要找我的事吧 我连蒙掩饰 好 没事没事 我这边啊 只和朋友说话 我早就说过你没事的 怎么样 是不是有惊无险呢 高胖子说 是的 是的 有惊无险 小师傅 你真是料事如神呢 电话里呢 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当面感谢你 今天太晚了 明天你订个地方 咱们两个好好喝一杯 庆祝庆祝 我呢 不客气的说 随便吧 你自己订 不过呢 要多点几个菜 我知道这座酒席呢 对小红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大仇得报 应该好好地庆祝一下 所以特别和高胖子交代了一下 高胖子明白我的意思 连连说 我懂 我懂 赵鹏和高胖子不收 所以呢 不打算敷衍了 他看着我说 看样子 你有酒厂了 明天我就不去臭热闹 身体呢 也没啥毛病了 正好出去到人才市场转转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第二天呢 我和黄毛去服务院 赵鹏到人才市场转悠去了 高胖子在一家很有名气的中餐厅 招待了我 我们进了包间之后呢 服务员就开始给我们走马灯式的上菜 等到酒菜全补齐备之后 我郑重地在我身边的小红和小军 摆上了两副空碟还有碗筷 还特意给他们准备了两只酒杯 并且买上了酒 小师傅 你真的是了事如神啊 高胖子兴奋难耐 他亲自的为我斟酒 我是不怎么喝酒的 但是这杯酒我必须得喝 我端起酒杯 高胖子还以为我要喝他碰杯 没想到我只是象征性的 和小红小军的酒杯碰了一下 然后一饮而尽 他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都比较古怪 虽然有点尴尬的 但是也不在意 便自己端起酒杯来喝了 一杯酒下肚之后 高胖子抹了一下嘴角说 你不知道 我把举报材料送上去之后 第二天就来了几个人 一靠子把我靠上弄进去了 我想完了 这王不丹没倒 我倒要倒霉了 这两个月 我简直是赌人如年的 没想到呀 忽然打逆转 那王不丹进去了 盘了死刑 听说三个月后就要掉脑袋了 我因为行贿罪被判两年 但是呢 举报有功 缓期两年执行 所以我出来了 我没事了 我微笑着的没有吭声 当初我看了那恶人八字之后 说那个人的靠山已经倒了 并不是心口胡说的 也不是忽悠高胖子 看八字 论六斤 当那个恶人的八字 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他的亲戚朋友 社会关系 我就已经是一目了人 我一看 那恶人的贵人 早已经是七云到头了 很快就要身陷牢狱之灾 这个人 应该是那个恶人的上级 上级都倒了 他还能上哪里去抱大腿呢 我担心高胖子 临阵退场 不敢去举报那个恶人 所以才冒着泄露天机的危险 和高胖子吃了一颗定心丸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高胖子呢 见我一副波澜波晶的样子 有些担心 小师父 不会出现反复吧 那人会不会死不了啊 说实话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怪梦 梦见那个恶人出来了 来找我 我见高胖子呢 吓得神神叨叨的 于是就说 放心吧 那个人必死无疑 你昨晚梦见他 说明他已经开始游魂了 游魂 高胖子呢 虽然不太明白游魂的意思 但是也知道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我点了点头说 对 游魂呢 人在临死前的三个月就开始游魂了 他的灵魂呢 会离开他的身子 到他经常去的地方游道 你跟那个人交集很深 所以呢 他自然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不过呢 你不用害怕 出现游魂现象的人呢 必死无疑 所以呢 他死定了 现在已经成了活死人 程序走完了 时间一到就会执行了 高胖子听了以后 对我是惊弱神明啊 连连说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这种恶人呢 该死 高胖子说着 又递给我一个大红包 红纸包着 像个砖头一样 估计呢 又是二十几万 他见我瞥了一眼 没有吭声 就急忙说 这呢 是我的一点心意 实在是拿不出手 破产了 不像以前 我呢 如果不收的话 他肯定以为闲手 所以就痛快地收了下来 师父曾经说过 该我们这一行 替人消灾 收人钱财 理所当然 但是我出师的时间呢 毕竟太短 收钱的时候 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高胖子见我收了钱呢 就巴巴地说 小师父 你看看 我跟小红的事了结了 这以后运势咋样啊 能不能再动身再起啊 我看了高胖子一眼 发现这货的名利心太重了 心想 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没有横死 都已经不错了 就对他说 高老板 你别老想着发财 平安师父 有句话呢 很适合你 只做散事 莫问前程 我看高胖子 有悔改之意 就提醒他 不可太过 看重名利 毕竟他前本身 损应得的事情 做了太多 折了福分了 对 要的要的 以后 我多多吉得行善 高胖子 连声承诺 似乎明白了 我的意思 实行到了这一步呢 这桩阴阳官司 基本快要了断了 但是 要超度小红的魂魄 目前时机呢 还不够 因为恶人的死期 还没有到 小红看不到仇人伏法 恐怕很难以 去超度的 即使是要超度 也得师父才行 我寻死 再过几个月 等那恶人伏法之后呢 就到山上去一趟 把小红和小娟 这两个苦命的灵魂呢 交给师父 让师父 替他们转世投胎 顺便给师父 送些茅台酒 让他接接酒餐 散了席之后呢 我决定到朱雀大街 看看 最近租下的铺面 高胖子听说 我在朱雀大街 租了个铺子 就亲自 把我送到了朱雀大街 师弟考察了一番之后 高胖子说 小师父 没想到 你在这儿直摊了 我看这地方挺好 就是呢 小了一些 要不 我加双筷子 把场面撑大一点 我听明白了 高胖子 是想和我一起做生意 我明白他的心思 想着 我有些特殊的本领 跟着我做生意 那肯定不会赔钱的 我本来打算 在朱雀大街 开个信息预测公司算命的 这会儿跟着我 那能干啥呢 但是 往深处一想 在朱雀大街 固然可以 但毕竟 不是个正当营生 上面关系 维持得不好 隔三差五的 被辖聚的排出所 叫去熏化 无论挣多少钱 到了排出所 那都被一网打尽了 出来呢 还得从头开始 再加上黄毛这小子 本身也不安分 再惹点事情 那可就麻烦了 既然高胖子 想跟着我做生意 我忽然改了主意 不打算 开算命铺子了 干脆 就在朱雀大街 开这药铺 一来呢 可以安身立命 二来 可以继续度尘 没想到 我把这个想法 提出来之后呢 高胖子把头 摇得像波浪鼓一样说 小师父 别的不敢说 做生意 我还是有点生意惊的 朱雀大街 那可是有名的鬼市的 要是在这地方 买个古丸字画 玉器宝石什么的 还成 那东西 真真假假 一本万利的 没准还能发大财 但是 如果开药店呢 高胖子 说到这里 没把后面的话说完 而是呢 连连摇头 显然呢 他并不看好 开药店 毕竟那地方 就是个坑蒙拐骗的鬼市 平时呢 鬼里鬼记 在那里卖药 肯定是选错地方了 我微微一笑说 高老板 做生意呢 我肯定不懂生意经 坑蒙拐骗 我也不行 但是 看地气 生衰 忘死 绝对不会出错的 我说 开药铺 肯定行 高胖子呢 对我静若深迷 借我如此肯定 就急忙说 行 你看着行就成 我大理真实 开药店 就开药店 只要能发财 干啥都行 那可不行 咱们开药店呢 不能想着发大财 不能卖假药 不能卖高价 开的药店 就叫平价药店 宁可药店无生意 但愿世间无病人 这也是为你前本生 做错的事情赎罪 这个道理 你明白吗 我发现 我现在越来越像师傅了 顿时把高胖子 熏了一顿 小师傅 看不出来啊 你年纪轻轻的 就有了这么深的道号 行行行 按你说的办 只要不赔钱就行了 我笑着说 赔钱是不可能的 你干了善事 自有你的福分 高胖子把我送了回去 自己开车去了 打算明天呢 开始张罗 开药店的事情 我回去 不大一会儿 赵鹏就回来了 这小子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的 见了我兴奋的不行 小兵啊 时来运转了 我赵鹏要大鹏斩翅 扶腰直上三千尺 振翅翱翔 九万里了 我看了赵鹏一眼 还以为这小子犯了什么病了 但是我很快发现 这小子并没有犯病 而是回到了从前 在曹建文当教师的状态 顿时呢 非常好奇 是什么让他回到了 从前那种 自负的叮狂状态呢 有收获吗 找到什么工作了 高兴成这样 我呢 看着他说道 小兵啊 今天我在人才市场 转悠了一圈 都没有遇到 合适的工作 就在我 心灰意冷的时候 忽然遇到几个记者 当他们得知 我是曹建文僵尸 灾难唯一的幸存者的时候 眼珠子都快放大了 那镜头对着我 磕磕磕 一阵的拍拍拍呀 马上网上新闻就出来了 昔日曹建文 灾难幸存者 今日流落人才市场 生活无着落 这新闻一出来呀 结果不到半天的时间 我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好多知名企业都愿意聘请我 南方一家企业 开的条件非常好 市场总监 年薪一千万 让我呢 尽快去报到 怎么样 小兵啊 我看你也别跟着九疯子混了 跟我混吧 赵鹏呢 神采奕奕的拍着我的肩膀 市场总监 年薪一千万 这是什么二五公司啊 居然会请赵鹏这么一个 要经验没经验 要能力没能力的呆子 去做总监呢 我顿时被赵鹏的话 雷得是晕头转向 一时间居然找不到北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赵鹏见我半天没有反应 就说 小冰 你怎么了 别嫉妒啊 这是好事啊 我呸 你以为我嫉妒你啊 我是觉得这事太奇怪了 你也没想想 你除了会吟诗作画 卖弄风骚之外 你还能干啥呀 而且你画的还挺难看 人家花一千万 请你去卖弄风骚 你还真觉得自己是医红院的头牌呀 这小子一句话差点让我给气死 所以呢 我毫不客气给了他一顿的乱包 希望呢 能够敲醒他 卧槽 我好歹也算个文化人吧 抒发一点人文情怀 有什么不好的 你怎么把我说的跟风尘女子似的 赵鹏呢 被我一阵抢白 有些难为情的说 嘿嘿 小兵 你这人呢 就是太认真 其实他们副总给我打电话说 保底一百万 干得好了是一千万 我觉得一百万就行了 当一辈子教师 也不一定有一百万呢 你说 是不是啊 我一听 这还差不多 很多公司呢 都是大忽悠 我打过两年工 知道这里面 招聘的毛你 薪水呢 看似很高 必须过了试用期才行 这个试用期呢 大多数人是过不了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家公司 给赵鹏开一百万的保底年薪呢 也不靠谱 毕竟赵鹏呢 是个新人 什么都不会 既没有经验呢 也没有能力 更没有社会资源 这个年薪一百万 能不能够兑换成真的 还很难说 我总觉得 这个公司有些不靠谱 于是就随口问道 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叫天下什么公司的 我记在纸上了 等等我看看 赵鹏说着 拿出一个小本子 翻开说 全名是天下永兴集团公司 这公司可牛叉了 据说在东南亚 呵呵有名 是一家跨国集团公司 咱们去了就知道了 天下公司 我对这个公司并不了解 看样子 是一家正规的公司 不管怎么说 赵鹏能找到工作 那都是好事 他现在急需要信心 我不能再打击他了 好吧 先去看看再说 我准备呢 在珠区大街 开一家药店 实在不行就回来 我这儿也需要人 切 想让我给你打工 没门 你的药店 也暂时别开门了 收拾收拾行李 跟哥们走一趟吧 赵鹏呢 边说边整理行李 不是吧 你是去当总监 又不是去打老虎 我跟着干嘛 南方城市 机遇大呀 你陪我去一趟 不吃亏 万一我真成了 年薪千万的市场总监 赐你一个小白领当当 那还是不是问题的 我知道 赵鹏这小子 除了在金髓市 上了三年师范大学 然后呢 就回去一头 扎进山里面 教了这么多年的书 其实呢 哪里都没去过 猛一下子到南方大城市 去应品一个大公司的市场总监 难免呢 心里面会有些发虚 再说 这小子身上也没什么钱了 所以拉着我去为他垫背 你小子 想让我伺候你这个大总监上任 就直说 何必拐弯抹角的 嘿嘿 还是你了解我 我这不是没出过远门吗 陪我走一趟吧 没办法 我呢 只能陪赵鹏一趟 毕竟是一块从小玩泥巴长大的 再说他现在 这种状态呢 我也不是很放心 我只好给高胖子打了个电话 让他带着黄毛 先张罗要铺的事情 我得出门一趟 过几天呢 我就回来 当天晚上 我就和赵鹏一起乘火车南下了 这家公司的大陆总部呢 设在广州 第二天 我们就到了广州 找家酒店 住下以后稍作休息 第三天上午 赵鹏给那家公司打了电话 不大一会儿 就来了一辆高档的商务车 直接把我们接到了公司 这家公司的规模呢 确实很大 有一栋28层的大楼 气势非凡 而且 这栋大楼的建筑风格 也非常的独特 主楼就像一把月牙利刃 直插苍穹 主楼旁边的两个群楼呢 就好像两片蜂火轮 和主楼呢 形成了旋转动态 这种旋转姿态呢 隐含一种 无与伦比的强大能量 我看了一眼 就觉得这栋大楼 非常的怪异 这种主楼和群楼的动态结构呢 应该是一个 强大的风水布局 两位请 机车的司机呢 领着我们 向大楼里面聚了 一楼是个大厅 分成了几个功能区域 有休闲区 接待区 有身穿西装革履 踢着黑色公文包的男人 有穿着浅灰色职业套装的执行女人 又捧着文件 匆匆而过的文员 各色人物 穿梭其中 一看就是一个 很有实力的公司 那位司机呢 把我们领到休闲区 为我倒了一杯 速溶咖啡 然后就带着赵鹏 去见他们老板了 我喝了一口咖啡 暗暗观察 这栋大楼里面的布局 发觉呢 非常的怪异 这种怪异 不是普通人能看出来的 而是风水布局上的一种反常的做法 常规的风水布局呢 讲究的是整体和谐 五行深刻 制化平衡 从而呢 催动旺生之际 来达到生发旺生的目的 这样呢 才能使整个风水气场 人气旺盛 气脉流通 裁员广迹 人定兴旺 但是这座大楼呢 从里到外都充斥着煞气 这种反常规的做法呢 和师父的林荫草堂 完全不一样 林荫草堂是逆风水布局 虽然呢 也是反常规的 但是却借用了天地自然的大势 而这座大楼 完全利用的是杀法刚猛的力量 甚至不惜破坏自身的气脉 也要把这种力量运用到极致 所谓煞气 也被称为杀气 泛指一切杀法刚猛的尖锐力量 在自然界的环境当中呢 一切尖锐的物体都被构成煞气 在常规风水布局中 非常忌讳的就是煞气 因而在室内装修中 一切装饰尽可能的圆润 避免棱角 以免造成煞气 给家人造成意外伤害 但是这里的煞气 却被广泛的利用 甚至有意构造一种 有棱有角的装饰造型 来增强煞气的力量 敢设置这种风水布局的人呢 肯定是个高手 而且行为极端 我对这栋大楼的风水布局 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不由的端着咖啡 向中央大厅去了 我走了大概十米远的地方 就一下子被震撼住了 大楼中央靠墙摆着一个狠气派的展台 展台上呢 有一个金字塔 就跟埃及金字塔造型是一模一样 成体型一层一层的堆积到顶端 但是这个金字塔呢 却是真正的金字塔 全部用一千克的金砖 一层一层的堆积而成 金字顶端呢 做着一个塑像 也是黄金的 虽然呢 肥头大耳 看起来也不会有几分浮像 但是面向中隐隐带着几分的煞气 奇怪的是 在金字塔的周围 散落着乱七八糟的粗糙的石头 石头缝隙间到处都是大米 在几盏灯的照射下呢 显得金碧辉煌 但是却透露出了几分诡异 这些粗糙的石头 怎么和贵重的黄金放在一起呢 还有 这些大米是干什么用的 我正想接近好好看看这些石头到底是什么 忽然呢 两名强壮的宝恩出现在我的面前 蛮横的把我挡了下来 不要靠前了 远远看看就行 我奇怪的问 那石头是什么石头啊 金矿啊 不是石头 那位宝恩呢 不懈的看了我一眼 显然呢 很有见识 金矿 我的眉头不见一动啊 忽然灵光一闪 我看到金字塔下那些大米变成了小人 那些小人比蚂蚁大不了多少 但是能看出是有人 有胳膊有腿的 就是看不清了 因为实在是太小了 无法分辨五官 只是看着他们忙忙碌碌的在那里采矿 扛的扛 挖的挖 一派的繁忙景象 相比起整个金字塔来显得气势恢弘 场面怪异 我大为好奇啊 不由的揉了一下眼睛 才发现原来随着我的功力增高呢 遇到异常现象后 天眼会自动打开了 所以才看到了这诡异的一幕 我靠 原来这些大米就是财狂的小人 他们应该是金奴 难道这是风水金字塔吗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潜水瑜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风水金字塔 坐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个 肥头大尔的家伙是谁呢 我感到非常奇怪 他坐在金字塔的顶端 得意洋洋的 仰望前方 他的脚下无数金奴在踩着金矿 日夜劳索非常的繁忙 在塑像背后的墙面上呢 有一个类似于月牙刀一样的标志 两边呢 有两片烽火轮一样的东西 和中间的月牙利刃 形成了旋转的姿势 这玩意儿应该是他们企业的文化标志 整个造型呢 就好像这栋大楼的外部造型 非常的怪异 我看着看着 眼前的标志变得模糊下来 继而呢 整个标志都旋转了起来 形成了巨大的黑色漩涡 就好像一个怪兽 张着陶铁大口 似乎要吞射一切 我一下子变得 眩晕了起来 感觉自己呢 快要被吸进去了 顿时大吃一惊 急忙闭上眼睛 收拾反听 宁神静气 心无旁骛 万物皈依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觉得舒服了一些 胡人听到大厅里面 一连串的声音喊道 万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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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头一看呢 一个肥头大耳的人呢 在一群西装革履的 惊悍男子的簇拥之下呢 正在穿躺而过 大厅里的人见了他之后 立马是拱腰扶手而立 一个个静若寒蝉 嘴里面喊着万总好 脚下却是一动都不敢动一下 而这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呢 昂首向前 对那些问好的属下 视而不见 一群穿着黑色西装的 惊悍男子 坐拥在他的周围 前呼后拥的 把他拥进了电梯 直到电梯大门 自动闭合之后 大厅里的这些人 才敢止起腰了 我安安的吃了一惊了 这样的气场 确实太有震慑力了 幸亏呢 我坐在休闲区的 背脚的转弯处 否则呢 连我也得拱下腰来 我瞥了那个胖子一眼 虽然只是侧面看了一眼 却惊讶地发现 他跟坐在金字塔顶端的 那个塑像 有些相像 带着一股逼人的煞气 我还没来得及 看清他的脸 就见他 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 消失在了电梯 我关闭了天眼之后 发现一切如常 大米呢 还是大米 没有任何的变化 很显然 这栋大厦呢 有名的 从内到外 有一套完整的风水布局 这一座黄金塑像 很可能就是那位万老板 他应该是 这个金字塔风水局的受益人 或者说 他就是施展 这个金字塔风水局的师数者 直觉告诉我 这个万总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人 我回到休闲区 继续喝着咖啡 等待着赵鹏 心想呢 只要赵鹏一出来 立马把他带走算了 这家公司 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待得下去的 跟着这样的老板 员工必须当孙子一样啊 大运呢 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赵鹏 从楼上下来了 他呢 是和万总一起下来的 身后呢 还跟着一群麻仔 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说着什么 这位万总呢 似乎对赵鹏 非常的赏识 我暗暗的觉得奇怪啊 赵鹏这小子 又不是美女 又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怎么刚见面 就把这位万总 给迷住了呢 难道这小子 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我知道这万总的威势 连忙的远远站了起来 装出一副 很恭敬的样子 等那位万总走了过来 赵鹏连忙介绍说 万总 这是我朋友 也是我的老乡 曾经呢 考进过名牌大学的 因为家里面穷 给错学了 看样子呢 赵鹏是想把我也留在这家公司 开始呢 极力向这位万总 推荐人才了 万总 听了赵鹏的介绍之后 仔细的看了我一眼说 嗯 英雄不问出处 我万某人就喜欢寒门子弟 当年呢 我也是一个穷娃子出身啊 这位万总说话呢 有些大舌头 前面说的还是南方普通话 到后面就成了方言 他把手伸过来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 他的一脸 坑坑洼洼的麻子 我呢 连忙握着他的手 装出了一副 受宠若惊的样子说 啊 万总好 万总说 你们一路辛苦了 我请你们吃饭去 没想到 这一位高高在上的万老板 对我们如此的客气 竟然呢 想要邀请我们吃饭 这样理贤下室的老板 倒是不多见了 我呢 连忙共申说 哦 谢谢万老板 除了大厦呢 立即有几辆车 停在我们的面前 万老板呢 静止上了第一辆车 我和赵鹏 还有一些属下呢 上了后面的第二辆车 不大一会儿 就停到了一家 装饰豪华的酒楼面前 进了酒楼呢 也是一路的公营 看来万总 在这家酒楼 那也是常客 进了包间之后呢 几名随宠 站在了门口 万老板 吊着一根大雪茄 坐在手席 两名贴身的保镖呢 在身后伺候 这种只有 在港台剧里面 才会出现的阵势呢 却出现在了 我的面前 说实在的 我连呼吸 都感到有些压抑 赵鹏呢 更是不知所措了 不要紧张嘛 我呢 就方便一下 你们谁呀 万老板呢 起身离坐 到洗手前去了 两位贴身保镖 也跟着去了 怎么样 万总气场够大吧 真酷 赵鹏呢 看着万总离去的背影 一脸崇拜的说道 确定路由你了吗 我呢 悄声的想问 赵鹏兴奋的说 那是肯定的呀 咱们万总 那也是苦出神 听说 我是曹几湾灾难 唯一的幸存者 那是非常的照顾 并且说 只要我有什么要求 都可以提出来 难道 这位万总 还是位慈善家吗 他录用赵鹏呢 似乎完全是一副 同情的心态 并非呢 人尽其用 我正在胡思乱想着 万老板已经回来了 他一来 气场就变得非常压抑 说实话 这顿饭吃得 非常的憋屈 赵鹏呢 倒是兴奋的 满脸红光 似乎得到了莫大的荣耀 万老板呢 从心坐下之后 伸出双手 看了看 我才发现 他一只手上的四根手指上 都戴着戒指 另一个手上 也有三根手指 戴着戒指 两只手上 戴了七个戒指 这七个戒指 看起来都非常的名贵 有翡翠玛瑙的黄金浴室 看起来珠光宝气的 我想呢 这位万老板真是没品味的土豪啊 手上戴这么多戒指 也不怕硌得慌 但是呢 仔细一看 这七门戒指 造型都非常的独特 奇怪的是 这些名贵的宝石中间 都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某一看的 还以为是宝石中的瑕疵 似乎呢 又狭不掩瑜 不仔细看 根本不会注意 因为这种瑕疵 早已经被珠光宝气给掩盖住了 万老板叼着雪茄 看了看双手上的戒指 拿出一个黑色的小丝巾 细心的擦拭着上面的锤子 就好像在擦拭着 心爱的古玩物件收藏品一样 擦干了戒指上的锤子之后呢 万老板漫不经心的 在身边摆了七个小碟 七个酒中 并放上了七双筷子 我正在感到惊讶的时候 怀里的魂瓶忽然间震动了起来 小红和小军的灵魂 似乎忽然间受到了惊吓 差点一下子跳了出来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急忙伸手 按住剧烈的魂瓶 并且轻手地拍了拍魂瓶 按安抚的小红和小绢 示意他们安静一下 我无法为小红和小绢 摆上碗筷 他们呢 也不是为了争扎一口吃食 而是受到了剧烈的惊吓 因为对面的王老板 养了七个恶鬼 并且呢 随身携带 他左右手上 戴的七枚戒指里面 镶嵌了七个恶鬼的魂魄 当他呢 用黑丝巾擦拭解释的时候 就是为着七个小鬼 打开了禁闭的封门 七个恶鬼一露面 小红和小绢 就受到了剧烈的惊吓 万老板 见我忽然捂着胸部 神色变得有些怪异 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目光 看着我说 你不舒服 啊 对不起啊 我的心脏呢 不太好 是先天性的 我呢 连忙掩饰 哎呀 年轻人心脏不好 那你可得注意啊 万老板呢 一脸皆异的看着我 是的 是的 没办法 祖上的基因不太好 万老板 您慢用 我呢 去方便一下 我礼貌的 从万老板 欠了欠身 震起身来 向卫生前去了 我必须得回避 这七个恶鬼 倒不是呢 我怕他们 而是小红和小娟 已经吓得不行了 两个魂瓶就像两颗受尽的心脏 随时都要跳出我的胸膛了 如果再待下去 早晚会露馅的 我已经预感到 这位一脸麻子的万老板 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 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悬殊高手 就在我怀里的魂瓶剧烈跳动的时候 我呢 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生怕万麻子发现了蹲尼 直到呢 走到卫生间 我的心里面才踏实了一些 洗了一下手脸呢 然后轻轻地拍了拍魂瓶说 小红小娟我得暂时委屈你们一下了 说着呢 我就默念疯魂咒的咒语 把小红和小娟的灵声呢 紧闭地隐藏了下来 这样他们的灵魂就进入了休眠状态 不会呢 有任何信息暴露出来了 我做好这一切 又重新回到了座位 万老板看了看我 见我恢复正常 就关心地说 你这个病要是先天性的 就需要尽早的治疗 我认识一个心脏手术的专家 在心脏移植方面 有很高的造诣 如果你要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找他 哦 谢谢万老板 我的病呢 暂时还不碍事 如果有需要 我一定会找他的 我接过万麻子 递过来的名片 我连忙地表示感谢 但是心里面却在想 你的心脏移植专家 我可受用不了啊 万麻子点了点头说 嗯 要尽快 你这个病不能脱啊 我只好呢 再次表示感谢 吃饭的时候 我发现万麻子 有意无意地 像七个小碟里面夹菜 这时候 我感到了万麻子身边 围绕的那一股浓郁的鬼杀之气 原来他身上杀气这么重 竟然是从七个恶鬼身上散发出来的 吃完了饭呢 万老板对赵鹏说 让他先不要着急上班 他朋友来一趟不容易 他呢 可以玩两天 然后呢 万老板又对我说 年轻人 我们公司呢 是公平竞争的平台 不讲学历 只讲能力 越是苦出身 越是能得到重用 我们不接受温室里的花朵 专门培育山野里的荆棘 只要你是人才 都会得到重视 听赵鹏说 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只是因为呢 家里面太穷 而没有得到好的发展 我愿意给你提供机会 如果你对我们公司 有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来上班 好 谢谢万老板的美意啊 这个 我时间也没有准备 请容我先考虑一下 赵鹏呢 用力拉了一下我的手 示意我赶紧答应下来 在他眼中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还考虑什么呀 应该是赶紧答应下来才对呀 我知道赵鹏呢 是一片好心 但是仍然补充了一句说 对不起啊 万老板 辜负了你的美业了 没关系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这里呢 并不着急 这万马子 似乎对我有点兴趣 见我这么快 就拒绝了他 似乎有点扫兴 他呢 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说完之后 就上车走了 赵鹏惋惜的说 哎 小兵 你咋宽建时候 犯糊涂呢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天下集团公司的掌门人 公司业务 遍及欧亚大陆 连美洲 都有他的分布 你知道我们老板的外号是什么吗 叫做西金王 西金能力 在东南亚首居一指 进了这样的公司 一辈子都不愁了 你还要考虑什么呀 嘿 赵鹏 你不懂 这个万马子 可没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我呢 黑黑一笑的说道 什么万马子 叫万总 怎么刚见面 就给人家起外号呢 说实在的 他这个人 是我的人生偶像 不许你诬蔑他 赵鹏呢 狠狠瞪了我一眼 哇操 你小子 才跟万马子 见了面几个小时 就彻底的被他给征服了 连从小到大 以及长大的铁哥们 都不认了 你这 还是不是人呢 真是个白眼狼 我一生气呢 踹了赵鹏一脚 赵鹏呵呵一笑说 嘿嘿 小兵 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别跟着九疯子瞎混了 年纪轻轻的 当个小神棍 又啥意思呀 你不懂 人人都说功名好 辛酸苦辣吃多少 岁月像把杀猪刀 倒头 什么都没了 我呢 玩世不公的 嬉笑的说着 赵鹏呢 一脸正色的说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严肃点 和你说正事呢 你和九疯子别的没学到 就学到一些疯疯癫癫的 今天给你呢 一天考虑时间 明天给我打 考虑好了 我去给万老板呢 说一声 把你给留下来 这小子没上任 就摆出了一副老大的姿态 我这心里面呢 有点火冒啊 觉得呢 有必要教训他一下 于是呢 就冷冷的说 赵鹏 你还真是天真的 我告诉你吧 且不说那公司怎么样 你连最起码的职场大计都不懂 职场大计第一 就是不能让自己的朋友 成为自己的同事 这样呢 会形成竞争关系 朋友关系就不纯粹了 最后连朋友也没得做 你明白吗 赵鹏呢 被我一顿教训 顿时懵了 半天才反应过来 小兵 你啥意思吗 我不在乎啊 咱俩啥关系 那是从小玩泥巴长大的 难道还能打架呀 你不在乎呀 我在乎 我呢 不客气的说道 赵鹏见我 态度坚决 于是就对我说 那你考虑好了没有啊 我呢 笑着说 考虑好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赵鹏呢 有些急了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 什么打算 马上打到灰府 回金髓市 开药铺去 你也一样 别想着 跟着那个万老板混了 你跟着他 肯定是当孙子的命 他把你吃了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呀 赵鹏呢 一脸恶然的 看向我 问道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一脸正色的说 赵鹏 你不晓得 谁是嫌恶 这个万麻子 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个悬属高手 你跟着他 万一出个什么事情 怎么办 小病 你想的太多了 像他这样身份的人 你觉得会搞悬属吗 他生意做得这么大 能出什么事 那可是 跨国集团公司啊 再说了 你不是也搞悬属吗 怎么 不能有点包容的胸怀呢 我靠 这小子 居然给我上起了政治课 我竟然 一时无语 赵鹏 咱们两个可是哥们 我肯定不会害你的 咱们一起回去开药铺 我给你分成 我呢 没辙了 只好掏心掏肺的劝 小病 人要有大的志向 你说 你开那个药铺 能有多大作为 这可是我赵鹏 振持高飞的机会 万总 能给我一个人生起航的大平台 你说 你能给我什么 你居然让我 和你回去开药铺 让我输你什么好呢 这不是挥我前途吗 都进了名牌大学的人 心胸事业 怎么那么狭窄 你要回去 你回去 反正我是不回去了 卧槽 这伙算是王八吃了秤妥 铁了心了 一番话 差点把我给噎死 我是不能再劝他了 再劝他 我就成了心胸狭窄的恶意小人 到时候非翻脸不可了 好吧 既然你心意已决呢 我就不劝你了 实在不行 就回金髓室 咱们开个药铺 照样过日子 记住我的电话号码 有什么事情 就和我联系 咱们永远是哥们 赵鹏一听呢 脸色又缓和了过来 他动情的说 这才是好哥们吗 你一定要支持我 我知道 你是匹野驴 自由惯了 受不了那里的条条框框 所以呢 我也不劝你留下来 你要哪天闯荡累了 想回公司里面混 随时来找我 我呢 就这么和和气气的 和赵鹏分手了 回到了金髓室 我就和高胖子 张罗要破的事情 做生意呢 高胖子是个行家离手 从装修到办征 经营他都门清 所以呢 我落了个摔手的掌柜子 朱雀大街呢 虽然是鬼市 但是很有文化地域 所以整条街面 都是房谷的建筑 在城市开发中 原先的老宅子 能保留的 都保留了下来 损坏的 也尽量复原了 整条街呢 都有一种 古意沧桑的感觉 增添了几分 鬼市特有的气息 我们的药铺呢 装修也是房谷的 门头上悬挂着一幅牌柄 上面刻着几个 苗签的大字 既是平家药店 下面呢 有一幅专刻的对联 左连是 应可药店 无生意 右连是 但愿世间 无病人 一届准备齐备之后呢 择日 开张大吉 一阵霹雳啪啦的 鞭炮声响过后 咱们的药店 就皮红挂彩的开业了 左邻右舍的商家们 听到鞭炮声 都很紧张 还以为哪里 又来了一个竞争对手 但是 看我们把红筹布的 牌匾给掀开 才知道我们是药铺 于是 那些个卖古丸字画的 奇遇宝石的 还有那些算命的摊子 都同时送了一口气 原来是药铺子呀 随即呢 又开始摇头冷笑 这个地方开药铺 纯粹是瞎胡闹 首先老上吊 闲命长了 最多三天 就得关门啊 高胖子呢 听到外面议论纷纷 心里面也很没底 心想今天是开业第一天 可千万不能光投啊 多少得开个章 讨个吉利才是 我笑着说 高老板 陈主席 这个地方是鬼市 上午呢 你别指望有生意 五十一过 生意就慢慢来了 你放心 今天呢 绝对能开张 高胖子是半信半疑 本来呢 有事情想出去一趟 听了我的话 也就不出去了 他想等等看看 到底能不能开张 上午呢 半天一个人都没有 过了五十 还是没人 眼看到了下午三四点钟 还是没有生意 隔壁寻命的老江头 不时的过来闲扯的 哎呀 新开业不容易啊 不是我不说吉利话 我预测 你在三天之内都没生意 高胖子一听就生气了呀 瞪着眼说 你咋这么不懂规矩 咱子才刚刚开张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老江头说 咱们都是一块做生意的 不搞虚的 说的那可都是大事话呀 我呢 黑黑一笑 江师傅 咱们两个打个图怎么样 你说我这三天开不了张 但是如果今天开张了 怎么办呢 老江呢 摇摇头说 那不可能 今天真要开张了 我请客 你们的晚饭 我都报了 好 那我等着 黑时以前必有生意 老江头一听 和我叫上劲了 真的 黑时啊 我等着 如果没生意 晚上你得牵我吃蒜羊肉 这个老江头呢 在鬼市还是有点名气的 有呢 江本贤之说 懂得一些 一经八卦 所以说话是相当的自负的 反正鬼市的生意呢 都靠等 几天等不到一个生意 也很正常 江老头呢 为了和我打赌 今天就耗上了 反正他也没啥生意 就等晚上 我请他吃蒜羊肉呢 我们呢 也不着急 就坐在那里 闲扯淡 不知不觉的 就到了晚上九点多钟 鬼市里面 黑灯下火的 这个时候 鬼市的生意 才正式兴隆起来 尤其是堵石头的 运气好的 还能看见古墓里 新出坑的出土文物 这些东西呢 都见不得光 买卖双方都想趁着黑灯下火 浑水摸雨 神神秘秘 笔笔画画的 一切呢 都在暗中交易 这地方 有点像北京的潘家园 上海的汇集 虽然说假货很多 但是也有一些真东西 所以真真假假的 才形成了鬼市 总有一些 收藏爱好者 力打不动的 按时来淘宝 希望能够一珠简陋 老江头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老实手表 急不可耐的说 九点多了 害时了 关门吧 咱们吃蒜羊肉去 我笑着说 急什么 害时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还早呢 再等等吧 老江头说 小老板呢 搞预测 在这条街上 我说话 那是铁板钉钉 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早点吃了蒜羊肉 好回去睡觉 老江头正在说着话 忽然有两个人影 直冲着咱们药店而来 一边走 一边说 就是这家店 我抬头一看 一个人扶着一个人 静止走了过来 直接进了咱们的店子 先生啊 你看这咋回事 上次你说他中邪了 我按照你说的 给家里贴了些灵符 当时呢 好了一些 可是现在好像不太管用啊 一个粗喉咙大嗓门的男人说道 我连忙招呼他们坐了下来 仔细一看呢 一个粗壮的男人 扶着一个瘦小的女人 显然呢 是那个男人的妻子 这女人瘦得皮薄骨头 但是呢 头却很大 非常的怪异 看人的眼神呢 也很胆怯 就好像一个瘦精的兔子一样 浑身呢 瑟瑟发抖 老江头顿时傻了眼呢 这两个人显然是来找人驱鬼捉鞋的 黑灯瞎火的跑错了地方 竟然跑进了我的药铺子 这呢 应该是他的生意 但是客人进了我的店子 就算是我的顾客 即使我治不了 也得我介绍给他才行 这呢 是行规 他一看 药店来个驱鞋的 心想你一个卖药的 等了一天生意 等了一个驱鞋的 我看你怎么给他驱鞋 到头来还不是我碗里的菜吗 所以呢 他捂着大黄牙 头笑了起来 等着呢 看我的笑话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那个男人 坐下之后 忽然发觉呢 静坐的地方 疑惑的说 哎呀 不对呀 这咋变成药铺了 前几个月 不是个虚鬼拿鞋的阴阳先生 在这里吗 难道坏人了 我呢 笑着说 是坏人了 现在是药铺 那个男人呢 急忙又说 哎呀 对不起 太冒险了 那我早出地方了 我媳妇中邪了 治了好多次呢 都没有治好 原先在这里治过 你媳妇是不是 噩梦见鬼 而且这些鬼呢 都很吓人 要么是三头六臂 要么就是断头断脚 醒来的时候 看见所有人 都是两寸高的小人 连你在他眼前 都是两寸高的小人 哎 师父 是啊 他现在看到满世界 那都是鬼呀 因为他看到的 都是两寸高的小人 你看 把他吓得 说是我也变成了鬼 神神叨叨的 见人就害怕 哎呀 我找过很多阴阳先生 又是捉鬼 又是驱邪的 治了很多次 都没有笑过 你真是神了 你咋知道的呀 那位男人呢 又惊讶 又佩服的看着我 我呢 微微一笑说 你们一进门 我就知道 他得了什么病 他胆小如鼠 颤抖如兔 身体消瘦 头大腹肿 但身上并无诡计 这是心虚于谈 导致心神散乱 患影入目 并非中邪 你给的驱邪 自然是不管用了 哦 怪不得 我找了那么多人驱邪 都没用 小师父 你看 这可怎么治啊 那个人呢 恍然大悟 不着急 我给你开两副中药 然后呢 我大声对黄毛说 人参 白树 茯林 各三千 甘草一千 陈皮五分 生姜一千 两副计全 我呢 像个老郎种一样 随口就开了药方 其实呢 我在山上修炼三年 除了练功呢 就是到不征大和尚的书房里面去看书 但是 他那里除了经书呢 就是医书 经书 我是看不进去的 医书 我倒是翻了不少 尤其是疑难杂症的治疗病房 看了不少 这女人一进门呢 我就看到他头大身瘦 胆小如数 心里面就有了数 黄毛一听 立刻拿来纸笔 按照药方 寄了下来 然后呢 照单抓药 我把三副中药交给那个男人 祝福他 三碗水 捡一碗药 服药之后 就会吐出丸痰 病人呢 马上就会好转 不过 要想除病根的话 你必须再来一趟 再来一趟 是我 还是我媳妇呀 那个男人呢 不解的问道 我小声 对那个人说 你媳妇不用来了 但是病根在你身上 要想彻底的解除病根 你必须再来一趟 那男人一听 有些心虚啊 连连点头说 好好好 我明白 我明白 两副药呢 我只收了它十几块钱 虽然里面有人参 但现在都是人工种植的 便宜 虽然钱不多呢 但是却开了张 等病人走以后 姜老头一脸不服的说 小老板 你这生意可不能算啊 你本来这是我们行的生意 你这是黑灯瞎火 跨行行结 瞎猫子得个死耗子 不能算我输啊 我呢 笑着说 怎么不算 只要卖出去的食药 就算是我的生意 姜老头又说 这是原先隔壁假大头的生意 听说到南方发展去了 你是来捡了个县城的 再说了 假大头每次收他多少钱呢 至少两千 你才收十几块钱 这也算生意 我呢 笑着说 好吧 你说不算就不算 那今天晚上不让你请客了 我请你好吧 不过呢 今天赚的钱 不够请你吃蒜羊肉的 羊肉泡馍 羊杂汤 你自己选吧 那 羊肉泡馍吧 羊杂汤呢 一股羊屎味 那姜老头可真是有便宜就占了 三天后那位男子来了 他见了我一脸兴奋的说 你的药真是神了 服药后吐了好多痰 哎呀 痰鱼都快装满了 第二天看人就正常了 再也不是小人了 这药真是神效啊 说着呢 他塞给我一个大红包说 小师傅 这是一点点心意 对了 我还给你送了一副 药道并除的锦旗 我一看呢 这红包可不小 跟个小砖头一样 至少得有二十万 心想 这不过是十几块钱草药的事情 他竟然给我送了这么大一个红包 于是呢 我就说 我收了你草药的钱 再收你的红包 不妥吧 小师傅 你的药呢 虽然便宜 但是治大病啊 才收了十几块钱 病就好了 我这心里面过也不去 得亏遇到你 要不然 我还当邪习治疗 花多少冤枉钱 那也治不好啊 所以呢 你一定得收下 这病还得指望你给去根啊 我一看这钱呢 还真的得收下 否则呢 他不放心 以为呢 我给他留了病根 再说 这男人穿着打扮 一看就是有钱人 手上戴的手表 就值个几十万 二十万在他手里呢 也不当是个啥 不收呢 白不收 我收了钱 一脸正色的说 你媳妇得的是心病 可是病根在你身上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可不能惠及记忆啊 那男人呢 见我这么一说 显得更加的心虚了 嘿 他一年前怀孕坐月子 我在外面应酬的多了一点 对他不够关心 可能是产后抑郁吧 后来就疑神疑鬼的 没想到发病发的这么严重啊 我一见这男人说话闪闪说说 躲躲闪闪的 有些不老实 就盯着他一针见血的说 恐怕不是应酬这么简单吧 你这个人命理偏财重 偏财重自然桃花多 至少五六个女人和你勾搭不轻 而且偏财入宫 说明有个爷女人 直接插到你家里了 跟你媳妇有过正面冲突 危险到你媳妇的安全 并且呢 伤害了他 他整天贴心吊胆的 能不得这种怪病吗 小师傅 你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这男人呢 被我说的是冷汗淋淋 双手抱拳 冲我是连连坐以求饶 希望我呢 能给他留点面子 我一脸正式的说 你家里的私事 我管不了 也不想管 但是你要想彻底 治好你媳妇的病根呢 你就必须得收心 把心放到你媳妇的身上 否则早晚逼出大事 偏财为鬼 多事端 虽然不缺钱花 但是鬼是重重 是非多 若不注重自己的特性 还有修养 随时都有可能热祸上身 再出事 就不是在你媳妇身上 而是在你身上了 我明白 我明白 谢谢小师傅 我一定按照你搜的去做 原来呢 这个男人生意上非常的成功 在社会上 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很注重面子 媳妇得了这种怪病 她不好意思来看病 所以呢 才会晚上带着媳妇到鬼市 去找阴阳先生 没想到遇到了我 阴索阳差的治好了她媳妇的病 现在呢 被我一顿的训斥 虽然诚惶诚恐的 一脸狼狈 但是对我 却是口服心服 千万谢 一脸诚意的去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高胖子没想到 要不开张第一天 就赚了几十万 简直呢对我是佩服的无体投地 黄毛呢也很服气 本来这小子有点耐不住清闲 这下也安生了下来 尤其呢是隔壁算命的姜老头 听说我用十几块钱的草药 竟然把病人给治好了 顾客为了感谢 不但送来了锦旗 还送来了几十万的红包 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 没看出来呀 小老板原来是高人呢 我呢 黑黑一笑 算不上高人 鬼市里面高高低低的都一样 都是为了混饭吃嘛 谦虚 你真是谦虚 小老板 我江老头呢 说大话 我在猪鹊大街 也混了这么多年 自认为呢 还算是个人物 但是和小老板你一比 我是自愧不如啊 身一补星像 无数俱全的人 我活这么大岁数 没见过一个 你是第一个 咱们是邻居 生意上 还望小老板 以后多多关照 手下留情啊 这老头呢 开始很自负 但是 见识到我的本领之后 一下子 把我捧得太高 其实呢 我只不过是 不争大和尚那里 看过几本治疗 疑难怪病的医书而已 他就以为 我是武术俱全了 悬术这东西 没有深切 全凭呢 物性高低 有人在这行 敬营了一辈子 也不过是一个 幼儿园的水平 江老头 就属于这种人 但是 在竹鹊大街上的 三米市场上呢 他居然 算是一个高手 混的 还有模有样的 还得了一个 蒋本仙的雅号 现在呢 忽然来了个 高手 他觉得自己 在竹鹊大街 算命市场的地位 会有所不保 所以呢 极力的奉承我 希望我能够 在生意上 照顾一下 别把他呢 压得太死 我笑着说 江师傅 你放心 我在这里呢 只卖药 不算命 急不着你的生意 其实呢 按照我的本意 并不想 在竹鹊大街 和这些 只为一碗饭的 江湖数十混在一起 本以为师傅的电话 就能为我带来滚滚的财源 谁知道 他三年没和外界联系 所有的社会关系 都已经断了 除了接了一个高鹏子的电话之外 就再也没有人 再打电话了 我不仅呢 有些感慨 连师傅这样的高人 都能被世人遗忘 也难怪人们 哀叹事太炎凉了 所以 靠谁 都不如靠自己 我呢 不得不另谋出路了 即使评价药铺 开业时间不长 但是呢 好评如潮 虽然说 如今社会风气不好 世道不古 但是 做好事 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 我这里的药 货真价实 价格公道 先是鬼市的一些生意人 头疼脑热的 都到我这里抓药 慢慢的 名声就传了出去 都知道鬼市 有一家技师评价药店 不但呢 药卖的便宜 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怪病 于是呢 生意便越来越好了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 药博的生意 慢慢稳定了下来 这一天呢 我正在翻看一本药店 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我拿起师傅手机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心想 还有人找师傅吗 接了电话之后 对方呢 果然是找师傅的 我一听 马上兴奋了起来 凡是找师傅的 都是大生意 张疯子的名声 在业界 那可是响当当的 身价呢 也是响当当的 外面盛传 低于二十万的活 他不接 其实呢 那是师傅拿架子 看不顺眼的人 就是给他一百万 他也不干 有些人遭遇了不行 确实需要帮助的 三两万呢 他也不嫌少 甚至不给钱 他都愿意白处理 我一见师傅电话响了 条件反射的以为 有大生意上门 就连忙的说自己是张疯子的徒弟 有事呢 可以找我 打电话的人呢 是个中年男人 声音沉稳 语调冷漠 不像呢 是有事情的人 而且呢 口气狂妄 张口就是张疯子 一听 是我接的电话 他执意要见我师傅 我说师傅 进山修炼去了 有什么事情 找我也是一样 没想到对方居然说 张疯子 人模狗样的 架子倒挺大 竟敢派个小徒弟 来糊弄我 让你师傅来接电话 我操 这口气实在让人受不了 他似乎对我这个小徒弟 很不感冒的样子 对师傅呢 也不太尊重 我心头火起啊 就信口胡说的说 我师傅出国了 你让我去哪里找他 哼哼 你师傅真不在 好吧 你小子在哪 我来找你 对方呢 显然不相信我说的话 只好呢 来找我这个徒弟了 哼 我在朱雀大街 有一家既是平价药店 你要是不嫌费事的话 就自己过来吧 我在那里等你 我这心里面 黑黑的一阵冷笑啊 心想 你有求于我师傅 还敢不低头吗 我打一会儿 一辆半旧的沙漠王子 越野车 风尘仆仆的停在了我的店门口 直接挡住了我家药店的门面 我一看火冒三丈啊 心想这是哪个狗人的 开个日本车还这么屌 竟然挡住了我的店面 眼瞎了吗 说实话 我这个人呢 也有几分的愤青情绪 正打算开口不逊 忽然间车门一开 下来一个壮汉 大约呢 五十多岁 将近一米九的身高 确实呢 壮得像一头野牛 头发很短 一辆胡子拉叉的 要不是额头上略带沧桑 怎么看 他也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他一下车呢 就冲着我高红龙大嗓的嚷嚷 张疯子呢 让他出来见我 居然敢跟老子摆扑 我一看呢 这伙跟个老球痞子一样 看了他一眼也没理他 场面呢 有些僵尸了 这伙见我眼光不善 就一脸疑惑的说 你就是张疯子的徒弟 我见他这气势汹汹的 还以为是找事情的 一股气血就涌了上来 心想 我还怕你个老痞子不成吗 怎么了 我就是张疯子的徒弟 有什么事冲我来 我兜着 老痞子上下看了我几眼 忽然一把揪住我的衣服说 小子 别拿狗眼挽我 你还嫩着呢 信不信老子一拳打爆你 我身不由己的被他提了起来 他奶奶的 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居然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痞子 抓小一只一般的提了起来 太伤面子了 我一怒之下 挥一拳向他打去 谁知道 他抓住我的拳头 咔嚓一声 把我摁在了地上 动作之快 让我目不暇见 等反应过来 已经跪在了地上 卧槽 耻辱啊 我不仅的怒道 你放了我 在我店门口迎下生意 要打出去他 老子陪你 老痞子细腻的看了看 药店的招牌说 小子 你嘴还挺硬 你这啥生意啊 谁不知道 鬼是算命一条街 你还开药铺 你这是挂羊头 买狗肉吧 信不信 我一句话 把你的铺子给疯了 这时呢 车上下来两个 带着公文包的中年人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还有一个 带着静视镜的 秃顶老头子 一看呢 是一副 很有学问的样子 他笑呵呵地 拉着老痞子的手说 马队长 你这虎豹脾气 也改不了 咋还跟 黄毛小子过不去啊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被老痞子 摁在地上 有劲使不胜 毕竟呢 我不是舞者 又不能用悬术对付他 不过 我不得不承认 老痞子下手 那是文准狠 动若迅雷 快入闪电 即使 我用悬术对付他 也不一定 能有施展的机会 难道张疯子 真不在 我这么密的徒弟 也不肯露面 小子 你老实说 你学了你师父 几成的本领 老痞子看着我 目光中 充满了玩味 我呢 怒目而视 以沉默 对抗他的细腻 马队长 玩心怎么这么大 快放了他 他心里面 比的劲 怎么回答你 那位徒顶的老头 向他劝解 另外两名 夹着公文包的中年人 却在投降 那位姓马的老痞子 放开了我 我听到老头 称他为队长 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队长 只知道 这家伙下手太重了 我揉着被他恩堂的关节 心里想着 这是他奶奶的什么队长 为什么这么土匪呢 我们是神考古研究所的 找你有些事情 那一位夹着公文包的男子 一脸正色的对我说道 你们是神考古研究所的 文明单位啊 怎么这么野蛮呢 我呢 没好奇的说道 呵呵 别这么说 马队长可是你师父的朋友 寒武出身 喜欢呢 和年轻人逗乐子 别在意 走吧 我们到车上去谈谈 那位夹着公文包的中年人 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这老痞子 是我师父的朋友 我疑惑的 看了老痞子一眼 发现他呢 正对我一脸的鬼笑 心想师父 怎么还有这么一个 不着调的朋友呢 我看一群人 堵在门口 这也不是个事情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在打架呢 所以我就和他们上了车 心里面却在犯着嘀咕 看来他们是来找师父的 师父这么不靠谱的人 怎么和考古队还有瓜哥呢 我叫马飞 考古队队长 小兄弟 刚才呢 只是和你乐呵一下 别介意啊 谁让你是张疯子徒弟呢 上车之后 老痞子居然给我递了一只鹰 一看呢 居然是大中华 心想 这还差不多 我这个人就是吃软不吃鹰 哟 原来你叫马飞呀 怪不得这么兴奋 我呢 嬉笑的说道 小子 放心吧 我们不是找你麻烦的 也不是找你师父麻烦的 我呢 真的和他是好朋友 十几年都关系了 我们呢 需要他的帮助 他到底去哪了 你给说句实在话 可别再忽悠我们 我见老痞子 软了下来 就笑着说 我说过了 他进山修炼去了 你不信吗 你一会儿说 他在山上修炼 一会儿说他出国了 我信你才怪 我看你小子 鬼头鬼脑的 没一句真话 我见得老痞子 有些要着急了 于是就说 说出国是骗你的 他真的上山去修炼了 你要是不信 就到山上去找 大致呢 在中南山外 反正具体位置 我也不太清楚 老痞子 听了我说的话 和省文物研究所的几个人 交换了一个目光 想了想说 算了 中南山那么大 到哪儿去找 张疯子的脾气 我也了解 他要是不想见人 谁也找不着他 现在任务比较紧迫 时间也不等人 我看就让这小子顶上吧 好歹是张疯子的徒弟 应该也有两把刷子 这次还是你带队 你来决定吧 那个夹着公文包的中天人说道 看样子 他应该是省文物研究所的 行政干部 并没有什么主张 老痞子 转脸看向我 一本正色的说 小子 我们省文物研究所 要成立一支考古队 对一处特定的文物 进行探索性的发掘 急需要你师父这样的人才 现在找不到你师父 只能让你上了 我让你白干 工资找发 你考虑一下吧 我一听之后 一阵的兴奋 没想到混了几年 还能混到国家队伍里面 于是呢 就急切的说 有编制没有啊 是 你小子 想得倒霉 老子都没混到编制呢 你还想要编制 老痞子呢 瞪了我一眼 我不屑的说 没编制谁去啊 就你们发那几个工资 还不够我打麻将呢 再说了 你是考古队长 怎么可能没编制呢 老子真没编制 谁骗你 谁王不蛋 你不信你问他们 老痞子脸红脖子粗的说 我不相信他没有编制 但是呢 也懒得问其他人 就说 反正我不想当临时工 处理不讨好的事 我才不干的 嘿 你小子 咋跟你师父 完全不一样呢 当年你师父 给他编制 他都不要 你倒好 非要要个编制 真是没戳击 我听了 黑黑一笑说 哼 那你去找我师父呀 反正我没他老人家那么高尚 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 我立马打个电话 我公安上 有的是朋友 把你这寡羊头 买格鲁的铺子给封了 我看你怎么去忽悠钱 老痞子气得 暴跳如雷 匪性大发 居然呢 要封我的铺子 马队长 息怒啊 那位夹着公文包的男子 劝了老痞子几句 然后呢 对我说道 我是省文物研究所 秦汉研究室主任王月鑫 马队长呢 是航务出身 参加过越战 当过侦察兵 又在公安上面干过 性子呢 比较急躁 有些话呢 没有和你说清楚 最近曹建文发生的严重盗墓射件呢 已经引起了省文物研究所的注意 我们不清楚 曹建文到底有什么文物 能够吸引盗墓贼 潜伏后继的进行疯狂的盗裁 必然呢 有价值连城的东西 否则 盗墓贼不会下这么大的血本 因为他们的信息 往往比我们灵光啊 你呢 是张峰子的徒弟 也是造家村的人 你应该知道 前段时间 曹建文死了十几个盗墓贼 并且引发了僵尸灾难 这件事情呢 才刚刚平息没几个月 曹建文又出现了盗墓贼 说明这个事情很不一般 所以呢 上面决定 派一支探险考古队伍 进去探索性的发掘 这次去呢 有一定的风险性 所以野外补助也是很高的 而且每个人都有一碗保险 当然了 这都是物质上的 至于你说的编织问题 任务结束后 我们也会考虑的 我们呢 正在组建期间 吸纳各种的人才 所以条件非常的优厚 一切都可以考虑 探索性发掘 去曹建文 我的心里面猛然一动了 是的 去曹建文 你是造家村人 对曹建文应该比我们熟悉 所以我们希望你 能够参加我们这支 考古探险队伍 行了 王主任 别他妈婆婆妈妈的了 这小子就是山里的核桃 要杂质吃 他要是不去 我立马让人把他铺子给封了 我就不信 他能到大街上算命去 不用封我铺子 我去 我肯定去 我呢 倒不是怕这个老兵痞子 封我的店铺 其实呢 曹建文爆发丧失灾难之后呢 我一直有一个冲动 就是想到曹建文里面去一趟 因为我的心里面 有很多的谜团 曹建大院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未知生物 采流 还有那美丽出臣的美丽女子 我隐隐预感到 曹建文丧失灾难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我虽然骨子里面是有冒险精神 可是因为事丹力薄 一直呢 也没有赶进去 现在有一支国家考古探险队伍 去曹建文进行探索 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老匹子马飞 有他这样能打善战的老兵匹子 陪着我去曹建文 我放心多了 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这一次一定要揭开曹建文的迷雾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老匹子见我利索地答应了 黑黑的一阵怪笑 立马一打方向盘 把车呢 开到了一边 不再堵我的药铺了 我瞪了老匹子一眼 心想 这什么人呢 考古所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老兵匹子 当考古队长呢 这样的野蛮人 能考古吗 估计是考古队聘请的保安吧 别磨叽了 下车吧 下去交代一下后事 然后跟我们走 老兵匹子对我说道 好 我下去给店里面交代一下 我说完这话 忽然觉得他这话味不对 转身怒说 什么交代后事 我这是交代一下生意 大行如死别 多交代两句为好啊 老兵匹马飞懒洋洋的 把脚撬到了汽车方向盘上 拿出电动体骑刀 哗啦哗啦的刮起了胡子 我操 这过肯定是一个刀口上填写的家伙 可无泽兰的好我禁忌 全然不把生死当一回事情 老高不在 我只能给黄毛简单交代几句 让他呢 好好照看铺子 我要出去办一些事情 短呢 三五天 长呢 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 我不在的时候 不要给病人看病 光卖药就行了 我呢 用一块红绸布 把杨佛旗舰包了起来 这次到曹解温 必须要带家伙 这可是我唯一的家当 虽然呢 是一把新做的陶木剑 比不上师父那一柄祖存的阴阳剑 但是毕竟在祖师爷的神坛上 祭练过七七四十九天的 上面转刻了杨佛秘文 此后又用小僵尸呢 祭练了三年 我曾经用这柄杨佛旗舰 无数次杀死小僵尸 绝非是一般的陶木剑可比的 这次出山历练 师父并没有给我什么法剂 除了这一柄陶木剑之外呢 就是朱砂黄纸憋无常物 所以行囊比师父简单多了 上车之后呢 老兵痞子从后视镜瞥了我眼 喊了一嗓子 左闻了 一打方向盘 把车开得像蜂牛一样 几分钟呢 就到了省文武研究所了 我没想到 这老兵痞子都五十出头的人了 居然和个年轻人一样 火力十足的 也许呢 长期在野外生存的原因呢 到了繁华的都市 还改不了这脾气 这种人真不适合待在城里 到了省文武研究所之后呢 一位领导让我到会议室开会 我到会议室一看呢 发现里面居然坐了几个 拉里拉遢的小老头 大约呢 都是五十多岁 穿着灰不垃圾的衣服 头上戴着遮阳帽 猛一看呢 和街上扫大街的环卫工人一样 我呢 感到有些奇怪 难道这些是考古队雇佣的民工吗 但是岁数也太大了一点吧 考古队呢 都是挖掘坟墓的利器活 指望这几个老头子 那能行吗 几个年轻人呢 倒是挺精神 穿着呢 也挺干净 戴着眼镜 一脸的书生气 但是显得很是兴奋 估计呢 是考古系的实习生吧 院长是一个白白净净的风趣老头 他笑着说 曹家温那地方鸟不拉屎的 既没有文物古籍 也没有历史名人 更没有王孙贵族 只有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 说曹家大院呢 是某朝的朝廷大院隐居的地方 后来呢 被莫名其妙的灭门了 但是这个说法呢 很不靠谱 连他们县文物局呢 都不认可 县制里面也没有记载 据说当地文物干部描述 曹家大院看起来就是一个乡绅的老宅子 在兵荒马乱中成了乱分层 没有深何依据 能证明那里是朝廷大院的隐居地 可是就这么一个地方 三分五次的被盗墨贼光过 据说第一波盗墨贼莫名其妙地死了 还引发了僵尸灾难 咱们呢 都是考古的 这种事情姑且听着 不必当真 但是 事过几个月之后 当地警方又发现有盗墨贼在那里活动 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盗墨贼呢 历史的经验告诉咱们 跟在盗墨贼后面有肉吃 结合前面的事件呢 上级领导让我们考古所尽快组织一支考古队伍 进驻曹家温 这次的考古队呢 主要有秦汉研究所进行负责 这几位专家是我从隋唐研究室和明渊清研究室抽调过来的 现在呢 基本可以说研究各朝各代的专家都有了 而且呢 都有田野工作经验 有马飞带队 他呢 虽然在专业上有所欠缺 但是处理突发事件很有经验 毕竟他是部队上出来的 曹家温呢 情况比较复杂 我认为有马飞担任队长是合适的 专业上有秦汉研究室的主任王月新负责就行了 听考古所长这么一说呢 我才知道那几个拉里拉遢的小老头呢 居然是考古专家 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我还以为他们跟我一样都是边外人员的 怎么看起来和扫大鸡的一样 这和我想象中的考古专家有很大的区别 开完会呢 我们当天就出发了 连考古专家和他们带的考古实习生呢 大概有十几个人 分乘几辆车向我们县城去了 计划呢 今天晚上在县城住宿 明天呢 在县城采购补给 雇佣民工 然后赶往曹家温 到县城之后 晚上住宿是两个人一个标准间 我和那位徒顶的老教授安排在一个房间 这位教授呢 姓牛 平常呢 主要是做办公室搞研究的 很少呢 夏天也作业 所以呢 看起来还像个专家 哎呀 这完全是敢压着上架呀 牛教授呢 躺在床上 发牢骚说 牛教授 你不愿意去啊 我呢 好奇的问道 不是不愿意去 到野外工作 不带个徒弟那行 你看那几个老头 多得瑟呀 个个都带着徒弟 一路上 按前马后的 都有人伺候 连茶杯 都有人帮他们拿 就我是个光感司令 可怜呢 原来这牛教授 是眼红那几个老头 有徒弟照顾 我笑着说 那您怎么不带个徒弟呢 你以为我不想带徒弟啊 考古系的学生 主要是到野外实习 我一个做办公室的老头 谁愿意跟着我 本来呢 这次到曹家湾 轮不到我去的 北郊呢 要建机场 结果洞宫那天 挖掘机刨出一个清朝大墓来 所以 袁明清研究室的专家们 全部抽调过去了 所里面 能研究袁明清的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所以考古所 就让我顶上去 这 不是敢压着上架吗 我这才明白 这牛教授 也和我一样 是临时顶上去的 我对这老头呢 意想不错 就笑着说 嗨 咱们两个都是苦命人呢 本来他们是要找我师父 结果找不到我师父 就让我顶 你要不嫌弃 我临时给你当个徒弟啊 牛教授呢 笑着说 行啊 你要是真想混个鞭子 我还真能帮你 鞭子啊 没那么容易吧 那老兵痞子 考古队长说 他自己都没鞭子 真的假的呀 我呢 忽然想起了那位老兵痞子马飞 嘿嘿 他呀 确实没有鞭子 我们所里面混了十几年 都没鞭子的 恐怕就他一个人咯 牛教授呢 喝了一口茶说 这 为什么呀 他这个人 可以说 是劣迹斑斑 早年呢 参加过越战 据说脑子受到了刺激 回到队伍 跟领导顶牛干架 后来呢 就转业了 回到地方公安上 不知道啥原因 又把公安上的政委给揍了 这呢 才被发配到考古所 尽管考古所呢 是个自由度很大的单位 他仍然呢 和领导搞不好关系 所以混了十几年呢 都没有鞭子 说是 让他带队当考古队长 其实呢 就和林司公差不多 主要是 把他打发到野外去 免得呢 他在单位里面 无死生非 考古上的事情 他又不懂 业务上 插不上手 也就是个 高安全工作的 不过呢 他这个人运气好 别看吊儿郎当的 带队的时候 居然破了几个特大的盗墓案 不过呢 却是有功无赏 至今还在考古兑混 都混成老痞子了 说起这老兵痞子马飞 牛教授 那是连连的摇头啊 原来是这样啊 听牛教授这么一说 我对这个老兵痞子马飞呢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正想着 这个桀骜博训的老兵痞子的时候 牛教授忽然压低声音 一脸神秘的说 小兄弟 你是赵家村人 对曹建文应该有所了解 半年前 曹建文到底是咋回事 真的爆发僵尸灾难了 这个 我不知道啊 这事我还真不清楚 我呢 如实回答 因为曹建文 爆发僵尸灾难的时候 我正在身上修炼 确实是一无所知 牛教授呢 有些心虚的说 小兄弟啊 这事情 你就别瞒着我了 外面早就传开了 只是呢 真真假假 心里面没底 现在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你透露一点消息 咱们心里面 也好有个准备啊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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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